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5号星期日 接着做这个吃播 不是吃播 这个雪糕评测 这个还怎么回事呢 就我老婆在这个对国内的这种冰淇淋嘛 总是有一种有一种这个执念 然后看那个亚钞呢 又有卖这个可爱多的了 然后又要买了个可爱多啊 咱们再给可爱多呢 做一个这个评测 其实他一说买了可爱多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去这个就是就是沃尔玛 我就去沃尔玛买那个甜筒 你知道吗 肯定不会比这个差的 都差不多 我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沃尔玛的东西呢 又便宜 又不好 总是觉得呢 他总是怀念他国内的这个可爱多啊 结果呢 亚钞有了 就买了 买了 好像亚钞卖能量还挺贵 是不是 卖多少钱 15 6 15 6块钱 一盒一盒几个 一盒6个 一盒6个 那差不多就是3618 3515 差不多就是3618 不到3块钱等于 是吧 不到3块钱 两块多一个 这个多少钱 这个6 7块 你一块钱 这一个里边多少 有12个 是不是 12个 里边有12个啊 差那么多 这还五六毛钱是吧 对 这五六毛钱一个啊 这两个差了四五倍的这个距离 好不好 那然后呢 这个就是沃尔玛 沃尔玛在美国那也有 但是的确呢 少一点 在美国叫Good Humor 是吧 Good Humor 就是河露雪 这个呢 是这个雀巢的 这是雀巢 中国也有这个吧 雀巢 中国也有 应该 有吧 应该 应该 应该也有 这雀巢的甜筒 那本来我们想去尝试在美国能不能买到这个 这个Good Humor啊 我记得纽约有 我不知道在这为什么 我老婆反正没找到 没找到没找到就算了嘛 拿这个做个比较吧 就差不多 雀巢 我觉得跟河露雪是不是差不多 这样品牌 我觉得大体上这意思啊 嗯 然后咱们试试 我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 这 中国做这东西 它怎么做的 你看看 咱拿来看看 哦 我知道它为什么了 它里边没有那个什么 它里边没有那个密封包装 你发现了吗 它一个纸盒 然后拿了里边就一个这个就完了 它没有密封包装 这个里边 哎 这里边也没有密封包装 这里面也没有 这也随便拿一个吧 也是没有密封包装 哦 那就完了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不能怪人 叫河露雪了 因为它里边没有密封包 它不像那个冰棍 那个冰棍的话 咱们上次吃那个中学糕和那个什么 都是有这个密封包装的 对不对 有密封包装之后呢 这里边再进水就没道理了 那个中学糕里边是有这个密封包装 对不对 是个那个叫撕开的 对不对 那里边呢还是有水分 那就是它自己的水分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呢 受潮了 这个我们以前吃过 吃过之后呢 反正今天做一个吧 它就是典型的 因为受潮导致的 受潮了之后 它里边这个都有面了 不好吃 觉得那个那个皮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它是有密封包装的 我说密封包装怎么会受潮了呢 它不是 它没有这个 那这个就因为在路上 从中国运过来的这个都是 你知道吗 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 这个搁这 这个搁这 好吧 然后呢 这样咱就甭说下面这个 因为下面这个受潮都是面的 没法吃 我估计它就是运输入路上没弄好 有点那个什么了 受潮了 上面这个还行 上面吃着还可以 反正就是 还有水分 我水分里面有冰茶的 那大体上还行 好吧 大家尝尝尝这个 反正就是 它有水分 有水分 它就是受潮了之后 就有一些问题 就没有这个新鲜 但大体上呢 就还行 也不是太糟糕 个儿大一点 它也个儿小一点 但这也比那便宜好多了 尝尝这个 这个是 这个什么味儿 这些是那个 caramel caramel 是吧 是那个caramel的 然后还有一巧克力 它里面有净味道 凉味道 对 就是一个巧克力的一个caramel 你看 它没受潮好处 就是你看一咬 它就下来了 没有水分 那里面有水分 这种东西我都特别开着这个水分 有没有水 唇奶油一点水没有 就是 你看这个 它就不行 划不开 你大体上的还可以 嗯 好了 你没有点尝尝 说了你的感想 嗯 要尝尝这样 嗯 我觉得比中纤糕还好点了 嗯 这点哪个好 就冰淇淋来说 嗯 我更喜欢可爱多 哦 这也喝露雪这个啊 对 因为口感更丰富一些 嗯 然后更扎实一些 有脚头扎实 嗯 这个叫雀巢的 太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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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打发就是像重奶油打发 然后 嗯 就那种感觉特别的 哦 明白意思 嗯 特别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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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都有点像 那麦腰脑那种命令了 对 是不是 太软了 嗯 嗯 这 这可爱多更扎实一些 吃着是不是 嗯 是 嗯 但我可能更喜欢这种软的 哦 不是 你一般的喜欢吃硬的 我也喜欢吃软的 嗯 那上面这个壳就没法说 因为它这壳是脆的 特别好吃 这个壳是面的 没法吃 嗯 你知道 我咬一下你听的声音啊 嗯 对吧 你听声音 还比较脆的 嗯 嗯 在国内吃的时候 这可爱多也是脆的 嗯 它也受潮 吃可以咬咬的 下边咬 那要做到顶呢 都有一块小巧克力 它弄的巧克力 主要为主要是 就怕你化了之后剩下去 哦 所以顶上都有点巧克力 它就跟个儿小 所以巧克力也少一点 嗯 就很脆 很好吃 嗯 这个呢 就不能怪人 因为它这个路上 我觉得运输有问题 它能炒到炒 下面都是面的 没法吃 你看 它都是这样 这怎么吃 都能拿手撕 你看没有 跟那个面皮一样了 嗯 对不对 把它撕起来 把这个面铃吃呢 还行 嗯 都可以撕掉了 是没法吃的 是没法吃的 面面成这样的 那个是 那个你没法撕 对吧 那一弄就碎了 对不对 对 你这样 嗯 你不看 你再尝一口这个 我在那里面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巧克力的 咱们拿巧克力的做一下对比 它一个发指 一个特面 嗯 我找一下吧 嗯 嗯 你再试试这个看怎么样 好不好 是普通口味 那可爱多 这里面就只有一个口味的 对吧 对 那你没办法 它这个就是吃亏了 吃亏 主要吃亏在这运 运输上 哎 华人这个运输也是 嗯 不太不太贴 它这种包装也不行 它这包装一定要密封包装 才能够长途运输 要不然没法成功 但但你说人家这个呢 这也不可能是在拉特亚所产的 这也是经过长途运输的 对不对 嗯 嗯 我还是喜欢这种 这种口感 这 你试试这样 吃着像奶油 这个吃着不太像奶油 吃到下面 怎么说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在中国做 他们就不给这种奶油 导致 这里面是不是奶油 嗯 那为什么吃着不像奶油 你尝尝那个巧克力最像呢 这东西我尝尝我尝尝 嗯 就是不行外面都 面子不好吃 哦 你知道吗外面这层不好吃了之后 里边的巧克力也就废掉了 行 这两个反正你 你吃它这巧克力的 你觉得跟这也差不多 是吧 所以我 你还是更喜欢那种有嚼度啊 对 嗯 我喜欢吃可爱度 行 它俩我觉得 其实做两样差不多 我我我都可以吧 都可以 但是这个可爱度 没法吃它下面 它皮菜面子怎么吃 不知道它有没有成分 成分里边有 有奶油吗 它有成分 但它正好把成分盖住了 这种奶油把成分盖住了 就有意思 没有意思 嗯 然后这个里边呢 就没法就没有写 它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奶油 你要再来一口吗 不吃了 你要不要吃点下巴这个 嗯 吃一口 那它这个下边就完胜不可爱 那个没办法 它脆 它就一个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它运输的过程中 就还能保持它的脆度 那个就不行了 那可能也飘洋过海过来的 是吧 海上受潮了 哈哈哈哈 挺厉害 它这个 它有这个追求 它也能真正能权 从中国把这东西 运到美国来卖 嗯 你在美国有这么多 冰淇淋的情况之下 它就敢运过来 它也是 它这个 这个魄力 你你相信它 对不对 对 你说运输过程中又受潮了 东西比美国卖的这么贵 然后东西没有美国的好吃 你说它卖给谁 谁就卖给我老婆这种 这种什么呢 败家老娘们 是不是 嗯 你看小意思 谢谢老公 嗯 嗯 然后录这两个手手说 没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就是完半 嗯 然后呢 老婆说可以拿一个这个再说一说 我觉得我老婆不是想录 就是想吃了 哈哈哈哈 这是这样吃的就买的 是不是 我老婆特别爱吃这个 你爱吃是吧 对 好像就一般 好吧 这具有什么东西呢 做的 这个是超微 芒果奶油吧 对 芒果奶油吧 你说 跟这 跟这可爱多和这个 甜甜底 超微清淡 这个里边是奶油 外边是一层芒果的一个果皮 对 是吧 然后呢 上面还都是芒果 多一点到中间这才有奶油 对不对 对 你咬一口看看 你看都是冰茶 我就考验这种拿出来都有冰茶 我觉得 我觉得 不上档次 哈哈 这更便宜 啊 你看这上面都是芒果 再投一下啊 这多少便宜 我忘了 三四块钱 嗯 三四块钱一口 反正都挺便宜的 一口几个 六 嗯 可以 你试试 哎 吃完这个再吃这个更不行了 这种东西 这冰棍 这属于 这都不能叫雪糕 嗯 嗯 对 这上 冰棍 都是冰棍 这个下面勉强 它里边呢还勉强能放个雪糕 是不是 外口里边 嗯 但是味道其实还挺 嗯 我喜欢那下半部分 哈哈 上半部分都是冰 你知道吗 就是芒果冰 下面呢它是里边是这种奶油 外面裹了一层冰 挺好吃的 哦 而且它里边的奶油用的特别有意思 它奶油可能为了黏 它里边不知道加什么东西 它吃的特别像酸奶冰淇淋 那种感觉的口感 嗯 它不像是一般的那什么 它就像酸奶似的 对 外面芒果多少有点酸甜口 啊 所以下面吃的特别像那种 哎 这个叫什么 酸奶冰淇淋 那种感觉 嗯 所以比较清淡 优格 你看 它有粘度看上去 嗯 是不是加了增稠鸡 粘合鸡 不知道 就直接就加了胶水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它就粘着 就能弹开 它弹牙 嗯 是不是老婆来 尝尝 你吃吧 尤不要尝一口 什么感觉 你尝尝下面 什么呀 反正味道还不错 跟这些比呢 嗯 我觉得下面其实还行 对 下面是可以一拼的 上面才找味 嗯 它不是一个东西感觉 嗯 那也不难吃 嗯 吃完挺好玩的 嗯 嗯 这个上面都是冰不好 你看看它这个一个多少卡 mango cream 2000 哈哈哈哈 它为什么说 哦 不是 我还真不懂这种东西 你你来吧 我们男生一般都不看着东西 它这个 不甘心 嗯 借槽的是110一个 110一个 这个呢 这个 我看看 这是200 200 它大一点 嗯 嗯 这个是 也是110一个 哎 不对 三个serving 每一个serving 220 220除以30多少 70 70多 嗯 3721吗 对 它一个是70多 嗯 这个热量最低了 那吃不吃 我不吃了 好 嗯 还行 反正都可以 这两个我都能接受 嗯 这个就这个也不能算是失败了 只能算是运输不好 嗯 这家你更喜欢吃哪一个 这个和这个 嗯 那还是这个吧 还是这烧吧 嗯 嗯 这家说实话我打平手吧 差不多 嗯 它上面如果奶油再多一点 别搁那么多冰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吃 上面只要有奶油 它挺好吃的 嗯 嗯 这个还是个网红的 网上推荐的是吧 对 嗯 还不错 有它的道理 嗯 它改良了 它原来长的这个芒果cream bar 原来你看它长的就是这样的 嗯 它它是竖着的 竖着这儿来了一条cream 哦 三分之二是mango 三分之一是cream 哦 现在就都是 下面都是cream 对 嗯 这还是 这就是cream多了好吃 嗯 对它应该再改良一点吧 上面也就都炒满 外面这个薄薄的一层这个 就好吃了这个 哦 也对了 嗯 嗯 嗯 然后里面再少搁点胶水 好黏啊里面特别弹牙 酱子 嗯 嗯 面糊 嗯 真的是有点那种感觉 里面那口感特别像特别像酱子 面糊那种感觉 不开玩笑 嗯 不过也不错 这还挺好吃的 这可以接受 美国的这种东西的确是比较怎么说 又便宜又好吃 大体上都如此 是不是 嗯 美国好像几乎不存在那种所谓的雪糕刺客 没有 是吧 就 就算是高档餐厅 它的这个造厚子上的这个甜点也都不会太贵 对 嗯 对也都不会太贵 当然除了有一些是纯扯淡的 有一些就是骗你而已 有一些高档餐厅他就是卖服务了 那个不是卖东西了 那东西也并不好吃 对吧 我想想咱们去荣丽轩吃那个厚子 那个东西好像是有点那个价格的 好看 好看 摆得很好看 但是说上还不如这东西好吃的 对 我觉得他还不来的这个的 真的做的还不如缺少的好吃 对 但这种荣丽轩整个都是骗人的 对 整个都骗人 嗯 不过还好 我觉得那个扎四妹就是那个 嗯 巴拉扎那个扎四妹 扎四妹更扯淡 扎四妹那是什么玩意儿 扎四妹那样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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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骗外地人了 有点像我们天津的那个 你有什么 那个饭馆一条 它有一个街都是那个都是都是饭店什么的 哦 旅游街是饭店的饭馆想不起来了 天津的那 那全都是骗外地人的没有本地人去吃 荣丽轩和扎四妹真的都有点就是说纯粹就是骗老外 呃 骗呃 骗游客本地人你没法吃去去吃一次基本上就要骂街 对不对 还那么贵 是吧 嗯 对 嗯 荣丽轩咱们上次四个人吃了多少钱 小一千块钱得要进 对 是吧 差不多一千块 所以 没法让今天还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吃一火锅链四个人也吃了小两千块钱是吧 对 也是也在骂都在骂进 咱们上次三个人吃了一个日餐吃一千多 但那个日餐值 那个不坑人 哦 对不对 那日餐是真好 人家人家卖那个价钱 就是说那大嫂请咱们还录了个视频吧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咱们录了一个视频也是在冗粒里边 嗯 那个叫什么我忘了 咪什么的那个 我也忘了 嗯 咪字幕是什么的那个 那个那个日餐 但人家日餐人家虽然说仨人吃了一个 哈 LV包 但是他嗯 比较就是说他他合理 他那东西合理 那那东西你觉得值不值 但是也也不值啊 我承认但卖那么贵那那那也也 但是就是说你花了之后 你享受到那个服务 你吃那东西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对吧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花钱去 我们还愿意去 对 还愿意再去对不对 对 说实话就冗粒圈和渣子卖 除非有人请我 不知道的话 有人请我的话 如果真是关系不错的 就当然关系不好了 你就偏要订那也就算了 关系要好的我都说咱还不如找个好点的地 吃吃的好一点的 对不对 那个你说你花那么多钱 大家吃的有那么回事 嗯 然后吧 你说你说人家扎四美卖那么贵 人家扎四美最起码还是就是说 那风景好 对不对 那风景好 他他他他卖个风景 我不知道荣丽轩到底是卖什么的 嗯 你说荣丽轩是卖什么的 反正服务是糟糕的 对 服务员又那么糟糕 不整个荣丽里的服务就不好 荣丽里有哪家好 荣丽里的迪奥那那那那什么玩意 对不对 荣丽里的迪奥也糟糕 然后这个LV那女的我那次进去之后 那那那那女的后面把店卖给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简直什么都给我推荐 是吧 然后对没没发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荣丽里面真的是太刀 荣丽的保安感觉都不好 荣丽整个的环境都特别的特别的差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咱们去荣丽基本上就没有好印象的时候 对 我们不喜欢荣丽 整体感觉是不好 是就对就是不好 那个我老婆开始怕哀骂了 但是荣丽就是 我觉得也是让她促促进她提高吧 是不是 反正今天跟一个朋友也是聊到 就说来我们拉斯加斯吃饭 被坑 上次有另外一个人去荣丽 我也在骂 对不对 不知道荣丽是在搞什么 荣丽的什么 Ride 8也不打地 是吧 Ride 8也不打地 那什么米 对不对 它就是海南鸡肉饭 那个米还稍微好一点 其他那米都没法吃 对 它为什么不弄统一的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咱也不懂 反正对 来之前 就是说听他们说 就说赌场大道里面 中餐都特别 又好 又上档次 怎么样 来了之后 你吃了这一个 你觉得哪个你不想把劲 是不是 你就顶太风又怎么样 这真的是不好 非常非常糟糕 顶太风做的 哎呀 读上大道里的这个中餐 有哪个咱们吃完之后不错了 中餐 没有 哪个排第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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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吧 他俩差不多 其他全完蛋 基本上都完 以前那个哪儿还挺好的 以前我们还经常去那个 就是黄金海岸的那个叫什么 金元宝 是吧 那个还有一阵我们还还经常去 他后来换了个大师傅之后撤离完 对 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南方餐馆 换了一个北方大师傅 就是 对 现在在这儿真的 原先以为这儿就是中餐挺多的 会有很多的选择 就后来发现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可是你说纽约呢 纽约也是麻烦 纽约那几个中餐好一点的都特别的不好停车 对吧 不好去不好停车 纽约的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你吃的那个那几个顺嘴的吧 对 也是没法弄 也是没法弄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美国这儿就是说北方 北方菜能够做好一点的特别少 是吧 北方人来的没有来的少 对 不过纽约这几年呢 在在改变 纽约这几年北方菜现在相对来讲 就是说好好的多了一点点 来的华人多了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呢 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跟进 拉斯维加斯 这会儿我跟你们说 如果有小伙伴想来拉斯维加斯干中餐馆 我还是推荐你们 这会儿中餐馆水平都不行 你稍微有点水平 在这就能够闯出一个名堂来 然后这会儿稍微做的好一点的中餐馆 那都是爆满 我非常非常的挣钱 是不是 那基本上你一去了 那个围停利息呢 前面等八个九个的 是吧 外面等半个小时 40分钟的都有 所以呢 我就是说真的鼓励那些 有水平有能力的中餐馆 要是我觉得 可以考虑拉斯维加斯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 真的是没有 你说就那几个中餐馆 你说 凭什么等那么多人 对不对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对吧 就能local的这些中餐馆 也不比多长大道便宜多少 对吧 当然没有 那多长大道有一些 就太扯淡了 对不对 就跟那些特别扯淡的比的话 是不行 但是其实正常来讲的话 没有 反正很多local的 比那个鼎台风还贵了吧 对 这点鼎台风是比较便宜 唉 算了 再说吧 不过这好像 多长大道的还有几个中餐馆 我们还没去过 还没去全 对吧 当现在也没去全 主要是一个让一个失望 你都没有那种动力了 是不是 反正我们最后呢 把最后剩的那几个吧 我们争取 明年春节之前 也都去一下试一试 主要是没去也是因为别人都在骂 都在骂 你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那个生天下那个火锅 是不是 你说 谁去了谁不骂 没有一个去了不骂的 弄得我都 刚开始还有点这个想法想去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 对 后来大家都在骂一 就算 算了 上次 大哥来 正好在他们那个酒店里边 商是拿 拿拿拿拿 拿VIP对不对 结果 临着要去之前 出了点问题 他就只好转到别的酒店去了 都躲开了 要不然那次跟大哥来去一次 对吧 他们VIP可以可以签单嘛 是不是 因为他那种店 你说你他没有人签单的话 都不太厌一句 是吧 哎呀 行了 咱吃播嘛 随便瞎聊聊 就就就这么个意思吧 嗯 好不好 然后 看下次再用哪个VIP来了之后 可以先向天下的 可以叫我一块过去 哈哈哈 反正你都是都是签个字 就可以走人吧 对不对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